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ROCK 频道 大家看我这个样子应该知道 我们今天想聊的是什么啦 就是来自Villa WCB栋梦 OVNI 聯名最新的系列 我們植入主題吧 有好幾樣東西 我們先從配件開始看好了 首先就是我頭頂的這頂帽子 它是一個純羊毛的繩織帽 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有招牌CP的封鏡 然後是短款這種感覺 我即便不照住耳朵 頭頂也不會有太多空餘的部分 戴著還是很舒服的 然後這種天氣戴剛剛好 而且它不像一般的羊毛 它會炸頭 它如果不告訴我是羊毛 我會以為是純棉的 就還挺舒服 很輕膚 算比較透氣吧 這個季節帶來 在廣東來講也沒有什麼問題 也是目前我收到的樣板裡面 小配件的 我是最喜歡的一個了 然後它是可以整個翻下來 可能有部分觀眾看了之前 我關於VILA和老飛雲那期 視頻的分享 應該也知道了 VILA今年是110週年的擔成 CP Company這間公司 也是成立於1971年 今年正好是50週年 洗上加洗 所以就有了這樣的一個聯名系列 也是這兩個品牌首次的 高端技能跨界合作 喜歡技能感服裝的朋友 或者是技能感實裝 先鋒服裝的朋友 可能對CP是不會陌生的啦 這間成立於1971年的公司 創始人是Massimo Osti 沒錯 後來也是一手搞出了石頭島 那CP也可以說是 很有開創性的一間公司 是第一間有誠意染色技術的公司 它有招牌的科技面料 它自己獨家的研發室 以及做各種不同的 Garandai的一些實驗和創新 那麼也是一直以來 受到非常多人的歡迎 尤其這個招牌的封鏡設計 融合了很多 復古軍工裝的一些元素 VILA WTP Company 這兩個品牌 那應該也算是 比較有老派 意大利時裝元素的兩個品牌了吧 所以這一次聯名 我覺得也是 很有兩個品牌 各自的一個 代表風格的 招牌的這種 封鏡 小圓鏡的這個設計 除了在這個帽子上之外呢 當然衣服上也有很多啦 我先脫了很熱 剛剛講完了 配件之一的帽子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小配件 它是一個小包包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一個小配件 可能應該是有別的顏色 但我目前收到這個 是有點 我不確定它是黑還是深藍 因為你知道 CP的面料在不同光澤角度下 看會有不同的效果 那總之呢 用料和工藝 依然是有CP當家的這個效果 這個小包我覺得 它的整體的做工 以及容積 包括它的分隔設計什麼的 都還挺實用的 不是說只是一個 只有外觀而已 織帶跟扣具呢 都是一種快條的設計 主艙拉開拉鍊 裡面還有一個小的分隔 也是帶拉鍊的 在分隔上面呢 能造基礎的細化版 前面這個小兜 封鏡的部分是透明的 就可以透過這個小鏡子看到 裡面大概裝了些什麼 雖然不是很看清的黑色的 然後整體的面料呢 雖然說它是這種 有點褶皺的金屬尼龍的質感 但是還算是比較硬挺的 不是柔軟那種 即便空包狀態呢 它也撐得起整個形狀 是很好看的 雖然它設計的感覺好像像個小腰包 但是我會願意把它當胸包來使用 就是還挺便捷的 在胸口拿取東西的話 然後兩邊還有兩個小小的這種 快取袋 放一些小零碎什麼的 整體也不錯 如果有其他顏色的話 我覺得會有更多人喜歡 OK 那麼這是兩個配飾方面的產品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上衣 其中一件是打底梯啊 它就是一件長袖梯 胸口正面就有印的CP和Villa 兩個品牌的LOGO 就沒了很基礎 但基礎要來呢 它也是很好穿的 整個衣服的卡頂非常直筒 非常貼身的同時呢 它這個棉的沙織密度還挺高的 穿身很舒服 雖然說它不是特別厚的那種重磅的棉 但它密度夠高 所以穿身呢 貼身的同時它也有一定的挺拔度 有一定的這種立體的效果 不管打底還是單穿都很好看 OK那麼過來一件就我身上這一件 不確定它應該叫灰色還是有點草綠這種 只好反正VillaGOCPD有兩名系列 顏色都很特別 它是一件純棉的內刷容 拼接了一些尼龍的部分 兩側肩膀是這種金屬尼龍 非常薄啦 它只是表面拼了一層 就是底下大身整體都還是一件純棉的 應該算是Crew Neck 衛衣吧 左側的大臂是有招牌的小圓鏡 以及這個拉鍊口袋 拉鍊是樹脂的 所以很好拉很輕便 然後上身的效果大概就是這種 比較貼身柔軟的這種衛衣 它不像那種Sweater 特別重磅的衛衣 它是非常柔軟的 雖然它也有一定的質容 不過它這種質容呢 更多的像是在衛衣表面去打起的毛 而不是特意指的一層絨 所以說這個穿上身的柔軟度 然後貼身度都非常好非常舒適 整體上身效果是好看又實用又好穿 右側大身的部分就有FILA那個F logo的一個 算是縫線的印記在比較淺 不是很顯眼 看起來有一定視覺效果 包括整體的羅紋部分都是非常緊 它這個頂質彈性非常好 是不會變形的那種 它整體穿上身就是 真的是實打實 很紮實的一件好看又好穿的衣服 很喜歡這件 最後一件也是最重磅的一件 就是這一件外套 二合衣的外套 名字叫做 Explorer Jacket 探索者夾克 穿著講一點熱 我就舉著好了 我們先從它結構講解 它是一件二合衣 融合了原來軍裝的那種設計 裡面這件內膽是羊羔毛的這種材質 很柔軟 比一般那些姚立龍柔軟很多 它這件沒有洗標位 不確定它具體成分 活上層真的很保暖 這幾天在廣東拍的話呢 還挺熱的 然後這件內膽跟外套連接方式 也是比較傳統那種軍裝的連接 就是扭扣 兩側各有一些扭扣 然後袖口有一個扭扣 然後帽子頭頂一個扭扣 就這樣把它跟外套連接在一起了 淡度穿內膽我覺得沒有問題 內膽自己還挺厚的 如果淡度穿外套感覺好像大了一碼一樣 不會太合身 所以就建議還是一併穿會更好 這衣服的形態也是這樣子 整件內膽雖說是一層羊羔絨 但是在兩袖子的內側呢 它還是做了這種光滑的尼龍的內襯 穿衣服的時候就不會扯到袖子了 非常貼心 左胸口有一個內兜 印了CP的logo 除此之外呢就沒別的口袋 所以內膽口袋比較少一點 所有的設計亮點都集中在外殼 這個外殼呢也確實是很有CP 招牌的這種設計屬性 這衣服很帥 我不清楚你們到底在畫面上看 它具體是偏正紅色還是偏橘紅色 因為這個我自己肉眼看不同的光線角度 它也是反映到不同的顏色狀態 說不太準確 我覺得這也是畢老俄聯名系列獨家的魅力 這個google晶片 它是坐在衣領往上延伸的部分 就我開頭畫面看到的 把拉鍊整個拉到頭頂 有點像以前Babe的那種位移的感覺 拉到頂之後呢 兩個封鏡就直接是過來了 它其實頭頂的帽子 帽顏底下有兩個扣子 用來固定封鏡頂上這兩個扭扣 扣上去之後它就沒有任何開口了 封鏡直接連到帽顏 就是你整個頭是完全封閉在裡面 當然它有給你留一些呼吸孔 不過其實我不建議你頭在裡面門太久 確實還是挺悶的 拍照的時候戴一下就好 然後它的扭扣很聰明的是二合一的用途 除了說固定封鏡的位置之外呢 在不戴的時候可以把封鏡折疊到後面 耳朵的部分 這樣子耳朵的部分呢 也可以直接把這個封鏡給往後折 收起來 保證了你的衣領在沒有拉起來的時候 有一定的硬挺度 同時也算保護封鏡不會被刮花吧 因為這封鏡其實它的設計還挺特別的 然後如果你的表面不小心刮花或什麼的還挺難搞 這個高口晶片的也是有比較出名的品牌 叫做Barufaldi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發音了 是他們做的這個封鏡 然後這個封鏡呢 除了CP Company自己的LOGO之外 還印了FILA的LOGO 所有聯名的其他單品也都有 然後來到右胸口的位置 跟我身上這件Crewneck一樣 它的右邊也是有一個F型的LOGO 就是FILA的字 但是這邊的FILA對頂上的一橫呢 給它開了一個拉鍊小兜 用來做一個快取 我覺得不錯 拉鍊也是樹脂的 拉起來很輕便 很流暢 我覺得它吊牌有這一個封鏡的樣子還挺帥的 正面除了LOGO這個胸口口袋之外呢 就是底下兩側各一個的這個複合口袋了 從頂部或從側面都可以進口袋 當然是兩個獨立的空間啦 袖口的部分也有一個扣子做收緊 有兩個檔位可以選擇 我覺得細心的一點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它所有的扭扣都墊了這種橡膠的襯片在底下 保證了扭扣的一個耐用度 真的是很貼心 很多細節 兩側這個壓牆的位置呢 也是做了神色的處理 整個衣服上會看起來有更多設計語言的線條 包括下擺也有這種收緊的拉承 然後所有的衣服的收編 包括袖口也是都有這種黑色的織帶做補槍 因為這種金屬尼龍的 Garmin Dye的面料 雖說帥 但它也比較脆一點 在關鍵的部位還是要有一定的補強去做支撐 既然談到面料呢 這一件的面料就特別講一下 因為CP有太多不同的面料 我不可能每一個都講到 就單獨針對這一件介紹一下好了 如果你翻看這件衣服的洗標 它上面寫的就百分百的巨顯胺纖維 也就是尼龍 當然尼龍是個龍筒的稱呼 尼龍也分很多種的 那在CP自己家這個面料的名字叫做Candy 然後它也會把它們 Garmin Dye的這一個工藝 特別用一個小的織罵給繡在這裡 Candy是一個縮寫 其實它代表就是Clear Dye 慢性尼龍成衣染色 這種扁平化的紗線呢 讓它自己的特性說不只是有非常高的透明度 而且有很高的反射性 就整體看到了是那種有點金屬啊 甚至絲綢一般的光澤度 同時它又是透明的 透過它的這個透明度看到袖口 有這個隱隱的CP Company和Filla的這個logo 我覺得這個隱隱透的效果就特別帥 完全發揮出這個面料的特性 同時它還是防水油透氣的 就很厲害 整件衣服上身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還是稍微顯得有點 把我的身材過於誇大變大隻了 實際上它cutting呢 不是說特意就做得很寬大 只是因為有裡面內膽的關係啊 顯得它比較壯 它實際上整件外殼的cutting是非常直筒的 我覺得是很好看的 具體上身的效果你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不知道你會給它打幾分啦 我個人是很喜歡它表現的效果 好看是真的好看 然後總件衣服 包括我這次拍攝的場景 給到我感覺 我就很想復刻一下 這次拍攝到2001太空漫遊的那個經典畫面 給大家獻醜啦 還是偶爾想中二一下 因為確實CP Company這個公司出品的所有單品就是這麼張揚 OK 那麼各位在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呢 相信應該已經能從VILA的官方渠道看到這一個聯名系列的發售信息了 當然整個系列肯定不只我這裡展示了這麼少幾件單品 它們還有更多其他單品啊 我只是基於我自己拿到的這幾件樣板來講 簡單的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啊 總體還是很喜歡 也算是另外一個能夠近距離接觸一下CP Company這個品牌 以及它單品的一個渠道吧 那麼也很榮幸呢 有機會跟大家搶先看一下這麼重磅的一次聯名 希望你會喜歡 那反而我是挺喜歡的 OK 那就是這些影片的所有內容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覺得它不錯的話 希望你給我一鍵三連啊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 記得點下訂閱了 我是Raw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